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新车的邀请来到了三亚 试驾最新第四代 L-Rover Range Rover 想要了解这款LSUV的强大越野性能 请看我们接下来的报道 在外形设计方面 Range Rover车系即使重本车含40余年 却依然保有许多不变的坚持 例如方正的车身格局 贝壳声音机改 车头Range Rover字样 悬浮式车顶等经典元素 细节部分可以看到LED环绕的 远日光仙气头灯 搭配着向后延伸的灯壳设计 钱包杆采用于水箱护灶切齐的造型 最下方配置着黑色布板 车侧部分除了一路延伸至车尾的 笔直腰线外 还以L型金属板件 取代先前的散热孔设计 车尾部分则是采用LED立体金钻尾灯 取代先前的圆形设计 车身尺码上 这一代Range Rover也具备一定幅度的成长 轴距也增加至2922mm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Range Rover采用了全铝核心车体结构 较上一代钢支车顶 速度轻的有400公斤以上 但是车身钢性也并未因此打了折扣 车顶更能承受7.5吨的挤压 此外 这一代Range Rover车上所采用的材料 有85%是可以回收再利用 对环境的影响降至最低 并且考量到永续发展层面 走进Range Rover车市 伸手可及竟是以大量皮革包覆的内装 就连车顶也不例外 再以金属材质与木纹示板点缀 呈现出融合古典与现代的特别感受 为了让操作更加直觉化 这一代Range Rover减少了50%的按键数量 成功带来人性化的操控体验 彩色液晶的表板 整合舵方行车资讯 提供驾驶更高的辨识度 锁定金字塔顶端族群的Range Rover 也提供客制化内外观搭配 可变化出高达18000种以上的组合 在台湾市场方面 目前Range Rover台湾总代理9核汽车 也确定已经三款动力以及6种车型 分别是3.0 ZD V6财油引擎 3.0 V6汽油机械增压引擎 以及5.0 V8汽油机械增压引擎 相同的是电数箱都采用ZF8速手自排电数系统 建议售价则是从658万元到1088万元 最后来分享Range Rover在越野路段的表现 在自动模式下Range Rover会自动侦测地形 协助驾驶通过各种险恶路段 所以大多数的时间驾驶甚至不必含住油门 就能以怠速通过 因为刚性表现优异 所以在面临坑洞路面时 也几乎察觉不出车体扭曲的情形 优异刻意调高进气口位置 所以Range Rover的涉水深度可以高达900mm 在涉水过程中即使以怠速通过 水流也不会通过排气管回冲 影响引擎运作 让Range Rover能够冲动通过显格地形的最大工程 就是车上搭载的Teron Response 2系统 这套系统能够自动分析路况 切换最适合的车辆行径模式 同时四轮传动系统和家里箱 也能应付所有恶劣艰难的路段 再搭配电子式气压悬吊系统 ADS主动动态悬吊系统 ARM电子式防侧倾系统辅助 让Range Rover带来超乎想象的行路水准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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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